從去年的年初一直到現在 已經一年就幾個月的時間 整個世界在疫情的籠罩之下 當然損失慘重 不過其中當然影響最嚴重的就是觀光旅遊業 那疫情到底什麼時候會過去 還不清楚 不過是這樣 我這幾天看恐懼數字 事實上現在每天全世界確診的案例 反而上升 本來以為疫苗開始打下降 這表示什麼 因為大家想說疫苗開始打得放鬆 結果反而往上走 所以現在全世界一天新增的案例超過60萬 包括美國也是從4萬又往上飄 他開始增加 所以也就是說在全面施打疫苗之前 恐怕這個疫情還是要小心 我看美國的數據 美國已經50%的人打過疫苗 然後10%的人感染了 結果他還會感染人數上升 所以現在看起來好像沒有 以前說打到70%的疫情就有效 現在看起來好像沒有那麼樂觀 所以大概 目前大家打疫苗的意願不高 還是那句話 那是因為你旁邊沒有疫情 等到旁邊有人在感染 我保證你一定很乖乖會去打 不過 整個這個世界的疫情還在 Full down 那我們總是要做一些應用 所以事實上在去年下半年我們就開始做 開始在做這個產官學的論壇 那在三月當然有發表 後疫情時代 產業數位政策的轉型白皮書 那 整個世界還是要因應 局勢的變化 特別是產業要因應局勢的變化去做調整 那麼世界觀光旅遊委員會 也希望說能夠讓旅客對這個旅遊有信心 你知道 所以提出了一個 安全旅遊的初期計畫 意思就是說 他應該要經過認證的 旅遊公司 或旅遊城市 是安全的 增加大家去那個地方旅遊的信心 那台北市政府為了提高我們整個 會展旅遊產業的競爭力 也向這個世界觀光旅遊委員會 去爭取 所以在今年二月我們就 取得了授權 成為全台灣第一個 事實上也是東北亞第一個 被認證為安全旅遊初期的城市 這當然也是因為我們 防疫相當成功 那麼 我們取得授權以後 就開始輔導我們台北市的 觀光產業 來獲得這個認證 那麼到了現在已經有 35家的業者 獲得了這個認證 其中包括了會展中心、觀光旅館、旅行社、航空公司等等 我們希望在五月 我們會下個月展開 第二次的認證活動 也歡迎旅遊相關的產業前來認證 事實上台北在觀光旅遊產業 本來的表現就沒有 沒有不好 事實上在2019年 亞洲國家台灣大概是排第四名 我們就算那個會展產業的數量 台北市在全亞洲的城市 排名第五 當然 第五就表示 前面還有四個人 我們還在努力 所以希望透過我們讓台北成為一個 光光旅遊更安全的地方 然後再提升我們的名字 讓台北成為亞洲 會展產業的首選城市 這是我們的目標 當然 所謂的安全 也沒有什麼 Aparamid的上限 就是我們盡我們的力量 讓台北越來越安全 旅遊越來越方便 也希望透過這個認證的過程當中 去提升整個台北市的旅遊品質 這就是我們今天 頒獎的目的 謝謝大家